观众设施想问车股怎样看 想问是ETF2845 说是短线操作 是的 刚才我们也有说 因为也看到那些APP有弹出来 内地的例如宁德时代 或者其他的股 震源又有些气息 车股整体这个版块 我都看好的 但前段时间主要是受压 就是因为整个环境问题 其中一大影响都是封城 因为令到他们 首先消费力就有影响 前段时间上海有一期 消费是零的 因为出不了街 另一个就是生产问题 很多个别有些车型停产了 现在这么爆发 就是因为解封和政府的政策 这样去谷上去 那一只2845 它里面就不是车棋 里面的车棋 只有比亚迪 因为他们主要这个ETF 其实是部署电池产业链 所以是在比亚迪的电池产业链那边 还有其他比较大家会熟悉的 就是宁德时代 禁锋利涅 这些股份前段都出现了一些 转回好一点 或者刚才说北向资金 有加仓A股 其中都有进入宁德时代 之前其实沽得很厉害 除此之外 禁锋利涅产业 禁锋利涅产业 也有利好消息 之前在中南美 他们的利矿的扩张受阻 政府开始有些想保留自己的资源 但在这里又开始缓和了 还有他还有一个新的利矿 今年下半年有投产 都是中南美的地方 所以现在有这些利好 不过这一款又怎样呢 车企来说 比亚迪或有好几只 都去到这已经很超买的阶段了 这一款又是否呢 我觉得也有点超买 不如等 因为RSI也有去到70 不如等它会不会落下来 落下来近120天线左右 会不会再起的情况 就像上一次 之前他也是很急性的 那你都会稍微静一点 稍微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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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是定到防守才能做 这种都可以考虑的 不过先稍微静一点 是 好